石火龙是黄龙的水 难怪他资质平平 却能成为以天时代的丐帮帮主 细看过以天屠龙记的朋友会知道 石火龙并没有在书中正式登场 读者们只能通过他人的对话 去窥探石火龙的点点滴滴 石火龙身为丐帮帮主 降龙十八掌只练成了十二招 还将偌大的丐帮抛之脑后 以至于丐帮落入陈有亮之手 继而在江湖里为非作歹 原来石火龙资质平庸 内力又是不济 在修炼降龙十八掌的时候 导致上半身瘫痪 石火龙只能自行到深山老林中 寻找草药治病 这才让陈有亮有机可乘 将丐帮玩弄于鼓掌之间 既然石火龙资质平庸 天赋又不行 他是怎么坐上丐帮帮主之位的 而且通过整部射雕三部曲来看 丐帮的帮主都和郭靖一家渊源颇深 好比红七公是郭靖的师父 黄荣则是郭靖的妻子 耶律奇则是郭靖的女婿 那石火龙呢 那些怪异的举止 原来石夫人有个女儿 换作史红石 她跟着黄山女 一起出现在群雄面前 书中是这么写的 有氧月升之中 缓步走进一个 身披淡黄青山的女子 左手斜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童 那女子约貌二十六七岁年纪 风姿绰约 容貌绝美 只脸色太过苍白 竟无半点血色 那女童却相貌丑陋 鼻孔朝天 一张阔口 露出两个大大门牙 只有凶恶之态 史红石年纪尚小 只是一个女童 她是如何找到黄山女 从而让黄山女替她 乃至整个丐帮主持公道的 金庸借着黄山女如此说道 史夫人中了成坤 一纸换英纸 伤势不轻 长途跋涉来到社下 一掩掩一息 今后是否能够全可 那也 那也难说 我们知道 古墓派素来神秘莫测 外人难以知晓 古墓派的具体坐标 奇怪的是 史夫人却能精准地找到古墓派 继而让黄山女替她疗伤 这的确让人浮想联翩 而且 史夫人身为丐帮帮主夫人 她重伤之下 不寻求名门正派的帮助 为何却第一时间 想到了古墓派 一种解读之法非常有趣 你若知道 石火龙是黄荣的谁 这些谜团都能迎刃而解了 早在神雕时代 郭靖黄荣夫妇 就有了为国捐躯之念 那时20岁的杨过 与郭靖肩并肩地 站在襄阳城城头 郭靖对杨过说了一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果然 以天图龙记传来了 郭靖战死的噩耗 书中写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 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狐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时不及 眼间的读者会发现 金庸提及了郭湘 甚至提及了 可有可无的人物角色 郭破鲁 但唯独没有提及 耶律奇和郭福 蒙古大军兵临城下之际 耶律奇和郭福该何去何从 尽管金庸没有阐述 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我们仍能从原文里的设定 去寻找蛛丝马迹 在神雕时代 杨过曾在郭福的央求之下 替耶律奇杀开一条血路 可当杨过准备救出耶律奇时 耶律奇却说了一句 杨兄弟 多谢你相救 只是我尚有部署被围 亦不能独胜 我要跟他们死在一起 可以遇见的是 视死如归的耶律奇 极有可能跟着郭敬黄蓉 一起战死沙场 那郭福呢 笔者认为 郭福是黄蓉最疼爱的宝贝女儿 黄蓉料事如神 深知襄阳城岌岌可危 于是绞尽脑汁的 想让郭福跟着难民 一起逃出襄阳城 算是为郭家保留一点血脉 就在黄蓉一筹莫展之际 万寿山庄的史书冈 骑着花豹赶到了襄阳城 原来杨过化身为神雕大侠之时 他曾和万寿山庄的史书冈 不打不相识 二人随后结为了生死兄弟 杨过带着小龙女退出江湖之时 曾委托史书冈要协助郭敬 一同守卫襄阳城 听闻蒙古大军押近 史书冈召唤百兽 杀开了一条血路 冲进了襄阳城 眼见史书冈胯下的花豹 迅捷无比 黄蓉心念一动 他让史书冈骑着花豹 带着郭福逃离襄阳城 史书冈当即答应了黄蓉的请求 他指挥百兽又杀开一条血路 最后带着郭福躲进了万寿山庄 没过多久 郭福听闻父母以及夫君战死的噩耗 然而史书冈尚未婚配 郭福又风韵犹存 二人朝夕相处之下日久生情 不出半年 二人结为夫妻还诞下一子 取名为石火龙 如此解读的话 就能完美地解释 石火龙资质平庸 却能成为以天时代的丐帮帮主 只因石火龙是郭福之子 又是黄蓉的外孙 由他出任帮主之位